各位觀眾 我們這次特地商界了一整個西隆大貴族的墓葬 一般人可能是龍王墓 它的年代跟宣派奧可差不多 所以它可能可以代表一曲王當時的身份和貴人 整個墓葬總有數百間經歷器 我們這次全都見到了 而且我們還在現場服務了一個彎彎真正 它的現場一筆的模型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在觀看它的實務的同時 能夠了解它原來是在牧主人龍王的身上何處 這樣讓大家有臨場感 可以滿足一切當考古學家的樂趣 而這些活動呢 它跟琴的藝術風格實際上是有很大的差別 基於此 我們可以去理解 琴的戰鬥時期 怎麼跟葬人互相的交流 我們就舉個例子吧 像這個大貴族的它的腰帶 金腰帶 我們去看它的藝術設計 我們會發現它都是用一個斜對角的構圖形式 它是主要的貴材 它裡面的設計呢 都是虎 方 狼 這類 武獸 它咬絕著 像羊 或者是鹿 這些草食動物 這種題材呢 是點擊草原民族的題材 當然 後期我們可能會看很多 但是想看它 它出示的是草原民族的題材 所以我們通過這些文物啊 就當然可以一揮草原民族的藝術風格 跟它的藝術品味 我們也可以 從整個幕所有的文物 可以理解當時 西隆民族 大貴族 或者龍王 它高貴的身份 一定要不凡的品味